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為大家示範的是 很適合夏天的一款巧克力甜點 巧克力奶酪 非常適合在家自己動手做 方法非常簡單 也非常有趣 一開始先為大家介紹一下 今天要用到的巧克力奶酪食材 我們現在開始做第一個步驟 首先先把這個46克的55%黑巧克力 倒到攪拌盆 用均質器去把它打碎一點 切記就是你不要一口氣按非常久 因為你很久的話那個巧克力可能會 反而會凝固黏在一起 所以你可能要按個四五秒 然後放開一下 顆粒度的話大概打到碎顆粒 也不用到粉末 接下來我們先準備好一盆冰水 把極力滴片浸泡下去 讓它軟化恢復成可以使用的狀態 然後接下來我們把剛才秤好的牛奶 240克還有鮮奶油35克 倒在同一個鍋具裡面 我們把它加熱 那加熱會建議加熱到大概70度上下就好 因為巧克力其實是怕太燙 好那接下來這個鮮奶跟鮮奶油煮沸之後 大概在70度的時候 我們把剛才打碎的巧克力碎片倒進去 倒進去之後我們先手動稍微攪拌一下 然後我們把它移動到攪拌盆 用均質器把它均質攪拌一下 均質過後呢 等到大概50度上下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準備把極力丁加入 加入極力丁之後我們手動稍微攪拌一下就可以了 那最後我們把加入極力丁的巧克力溶液泡在冰水裡面 冰鎮 這個是為了讓它快速的降溫 那你可以一邊冰鎮一邊做攪拌的動作 然後等到大概低於30度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倒入你喜歡的容器裡面 那剛剛有提過 因為我們有用均質器打過 所以它的那個泡泡會比較多 所以建議你裝瓶的時候 可以用一個塞子 稍微就是過塞之後入瓶 那減少那個氣泡量 裝完之後建議你稍微敲一下 就是以避免說中間有氣泡的部分 冷藏的時候會建議你先不要加鈣 因為這時候它的溫度 還沒有完全到接近冷藏的溫度 這時候提早加鈣的話 怕會產生有這個蒸氣的作用在裡面 大概冰個30分鐘 我們再來把它加上鈣 等它凝固之後 我們可以在上面做一些搭配的裝飾 跟其他食材的組合 我們在這幾天 然後再加鈣